今天讲的故事是以赛亚看见未来 以赛亚是一个先知 他的职责是讲给以色列人听神所讲的说话 那时候的人不是经常听神的说话 但以赛亚从不令神失望 他在四个不同以色列国王统治之下传道 分别有乌西亚、约坦、阿哈斯、希西加 乌西亚从耶路撒冷城统治由大传地 起初神赐福乌西亚 因为他行神眼中捍违症的事 但是后来他变得很骄傲 不再服从神 他成为了麻风病人 余生都要独自生活 乌西亚王统治期超过六十年 他离世后 他的儿子约坦继位 统治了十七年 神赐福约坦 因为他听从神籍以赛亚和其他先知所讲的说话 约坦王的儿子是阿哈斯 他开始治国的时候是二十岁 他在耶路撒冷统治了十六年 阿哈斯不理会神 他敬拜偶像和假神 又带领很多神的子民如此行 虽然以赛亚警告过他 但是他不肯听神的警告 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五岁 神赐福给下一个王 弃世家 因为他除去所有偶像和假神 又向真神祈祷 当有一支敌军阿述国攻打犹大的时候 弃世家知道自己的军队太弱 无法取胜 他请以赛亚向神祈祷求助 以赛亚向王传递了这个信息 耶和华这样说 不要惧怕这个敌人 我必使他倒下 过了没多久 神真是令敌人离开 完全没有打过弃世家 虽然以赛亚四周的人都不带理会神 但是以赛亚经常思念神 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异象 这个异象不是好像睡觉时发梦一样 在里面他看到耶和华是何等荣耀和圣结 神在异象里面问 神在异象里面问 我可以猜猜谁呢 以赛亚说 我在这里 请猜猜我 他愿意做神要他做的任何事 以及去任何地方 可能以赛亚以为神 会派他去一些未听过神说话的 一些远方的民族那里 但神没有这样做 他说给以赛亚听 他要向他本国的人说话 他也要说给这班以色列人听 神因为他们犯罪很生气 以赛亚还有其他事情 要说给他本国的人听 这件事是关于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将会成为强大的拯救者 是来救他们脱离罪恶 和脱离一切的仇敌 犹太人叫这个人 叫尼赛亚 虽然他期待神在尼赛亚来到 但很多人过着的生活 好像他永远不会来一样 以赛亚谈及尼赛亚所有的事 都写在他的书那里 就是以赛亚书 虽然这些事 都是发生在他之后的几百年 但是他在之前已经写下了 而他所说一切关于尼赛亚的说话 都仍然了 以赛亚说 神自己会给人一个语笑 神说 汉阿必有同女怀孕生子 帮他取名为以马来尼 人家知道以赛亚只在说神的尼赛亚 因为一个女人是不可能又是同女又生到儿子的 还有以马来尼是解造神与我们同在 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面 他的名必称为奇妙的策士 全能的神 永恒的父 和平的君 以赛亚确信 他的应许必定会实现 他以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的语气说话 这个就是叫做预言 即是说 他预计那件事一定会发生 以赛亚说 尼赛亚将会是伟大的 并且会做一件很大的事 神也都叫尼赛亚说给这些人听 尼赛亚说给这些人听 说尼赛亚将会受苦和被处死 尼赛亚可能会疑惑 尼赛亚这么伟大和有能力 怎会又软弱又受伤呢 但尼赛亚没有跟神争论 他只是说神讲给他听的说话 讲给那些以色列人听 写在尼赛亚书那里 神会确保他的预言和经验 尼赛亚将会来临 他不单单只为犹太人 神讲给尼赛亚听 尼赛亚将会是外邦人的光 外邦人就是世界上 所有不是犹太人的人 神爱每一个人 他的尼赛亚会赐福每一个人 并带来拯救直到地狱 神明龍 欧州 神明